当人类把肉体爆改成武器到底能有多恐怖 双眼可以随时热成像 手臂内部可以藏把枪 然而最变态的就是嘴 仅仅只是一个喷嚏 就能把成百上千树内米刀刃喷向敌人鼻枪 天才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多次反对人类依赖人工智能 可归机生命却依旧在向不可控的方向持续发展 难道人工智能终将要取代人类成为地球主宰吗 也许你在这部电影中能找到些许答案 2035年的人工智能已然覆盖全球 满大街都是无人驾驶汽车 当年只能存在于实验室中的科技概念全都沦为现实 所见之处任何地方都被屏幕覆盖 人工智能带来的便捷生活早已深深地扎入人类骨髓 几乎所有人都沉浸在科技带来的快感之中 唯有一个长相酷似毒液男主的汤奥斯非常抵触这种高科技 他总是喜欢用双手来解决所有问题 直到这天汤姆认识了全球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幕后老板 他年仅20就创办了最顶尖的科技公司 不到半年一月成为世界首富 此人资产复可敌国 但行为举止却异常怪异 别人都是饲养猫狗宠物 而他却偏偏喜欢喂养云朵 外表看来就如同上帝一般 老板非常欣赏汤姆拥有一副巧妙的双手 还为他展示了当今世上最为顶尖的科技人工智脑 这个仅仅拥有指甲斑大小的芯片 其算力要远远超过地球上所有人类大脑加起来的总和 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无所不能 然而一向对人工智能不感兴趣的汤姆却对此嗜之以鼻 他甚至当众调侃道 殊不知就是这不经意的一句话 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汤姆万万没想到这天晚上回家途中就出现了意外 妻子的自动驾驶汽车在行驶中突然失控 他就像有了自我意识一样天立预定轨道 无论妻子如何努力都无法将其关闭 直到智能汽车越跑越快将自己撞翻在一处平民窟 幸运的是两人只是擦破点皮 可接下来的银雾却让汤姆彻底傻了眼 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群劫匪将他们夫妻二人拖下汽车 对方不畏金钱不畏劫色 二话不说就将妻子当场杀害 接着他们就像是提前预谋好的一样朝着汤姆后脖骨 开了一枪 汤姆眼睁睁看着冰死的妻子躺在眼前却无能为力 原本幸福的人生直接从天堂跌到了地狱 汤姆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但却受伤严重全身瘫痪生活无法自理 看来这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 母亲帮他在家里装了各种智能机械臂 只为让汤姆能好好地生活下去 可这种生活对于一个自尊心极强的男人来说 自然是生不如死 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他每日就如同肺炎一般 就连洗澡和刮胡子都需要母亲帮忙 日常吃饭也会不由自主吐的哪里都是 现在唯一支撑汤姆继续活下去的就只有复仇 他想去警局报案 可对方却告诉他爱莫能助 晚天的监控无人机竟然连一个犯罪分子都查不到 汤姆不想在这样悲惨的人生中苟延残喘 他命令机械手臂不断朝自己里内注射药物 本想以这种方式了结人生 但人工智能却在最后一刻自动帮他联系医院 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想死都死不了 偏偏在这人生的挚爱时刻 万万没想到那个研究人工智能的大老板却出现在他眼前 他说可以帮汤姆重新站起来 说白了就是当做自己的小白鼠 到他豪宅里去植入一个人工智能芯片的实验 而这种实验只能秘密进行绝对不能告知他人 原本已经一无所有的汤姆已经别无选择 一场史无前例的手术在豪宅中悄然开始 那没被称为世界顶级的人工智脑就这样植入了汤姆的脊椎 果然手术非常顺利 当当从麻醉中苏醒的汤姆就能轻易抬起双手 他麻木的双脚也在智脑的帮助下成功站了起来 这让本来心如死灰的汤姆重新看到了活着的希望 不到10分钟他就能轻松控制身体的各项机能指标 仅需20分钟他就能轻松走向跑步机 就算是将速度调整到最快跑起来也丝毫不费力 大老板警告汤姆 植入智脑的事情万不可告知他人 汤姆满口答应并且毫不犹豫地签下了保密协议 回到家中的他开始享受自由行动带来的快感 当然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亲手翻阅资料 查看车祸当天的视频信息 此时此刻根本没有什么能比复仇更加重要 可连警察都束手无策找不到线索 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人又能看出什么端倪呢 就当他为此是心烦意乱的时候 一段清晰的提示音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 汤姆瞬间变得惊慌起来 他本以为自己植入的只是一块能让身体恢复行动能力的芯片 却不曾想这东西居然是个能说话的人工智能 他花了大概10分钟时间才勉强接受了这个事实 智脑表示我的功能远远不止让你获得自由行动能力这么简单 原来刚刚汤姆在查阅妻子被害的视频监控时 智脑清晰地捕捉到视频中的两个重要一点 第一就是歹徒使用的武器来自于手臂内部 这说明他是一个浑身装满武器的改造人 第二就是歹徒手腕上有一处标记 作为人类的汤姆肯定无法察觉 但智脑却能将图像分析得清清楚楚 只需汤姆放松身体 智脑就能操控右手像打印机一样将图像展现在他的眼前 通过大数据查看分析 很快就能锁定这名罪犯的所有信息 真是没想到警察花了数月时间都没解决的问题 而智脑竟然只花了不到一分钟就将其搞定 看来靠人不如靠自己 更何况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抓人 那更是几乎不可能 智脑建议他最好在报警之前拿到铁针 这样就能将罪犯绳之以法 汤姆根据智脑的具体情报偷偷潜入了歹徒的家 果然在他的信息版上 智脑扫描到一个酒吧的名字连续出现了高达38次 这可能就是破案的关键信息 可万万没想到 就在这时歹徒却突然回了家 一向遵纪守法的汤姆此时只能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这辈子从未打过架的他 自然避免不了被一阵暴打 既然作案的事实已然暴露 歹徒当即决定将汤姆杀人灭口 就当他即将隐恨西北的时候 智脑突然提示可以帮助他解决麻烦 在获得汤姆授权许可的那一瞬间 他直接获得了上万种功夫杀人剂 身体仿佛在那一刻脱离地球引力 浑身肌肉就像是开挂一板 罪犯的每个动作都能精准预判轻松躲避 而他的攻击力度始终恰到好处毫不费力 从未有过如此暴力行为的汤姆嘴里 不断哀求罪犯停止攻击 可自己的身体却依旧诚实地继续攻击 这可能就是用最耸的脸打最狠的架 直到歹徒手持肠道奋力 回来差点就把他当场吓尿 但身体却能在躲避攻击的同时 顺带将歹徒插得浑身是伤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只是那一瞬间自己就残忍地干掉了眼前的歹徒 当智脑将身体归还给汤姆的那一刻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厨房疯狂呕吐 不仅如此 智脑还建议他立刻清理现场的一切痕迹 如果汤姆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那完全可以让智脑接管身体来帮他安全上吼 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在智脑的帮助下可以瞒天过海 但这一切都无法逃脱创造智脑的科技公司大老板 原来老板可以实施监控智脑的一举一动 这件事情一旦被警察抓住把柄 那么他的科技公司将因此毁于一旦 其实事情并没有老板说的那么严重 虽然现场留下的痕迹让女警严重怀疑汤姆的作案嫌疑 可面对早已全身瘫痪的植物人 无论是介绍监控还是现场指纹 女警却根本拿不出丝毫证据来证明汤姆就是杀人凶手 到了晚上 汤姆决定去那个酒吧看是否能查到一些有用线索 他全程装作人贪不怕挨打的样子 当着所有人的面前报出了那个歹徒的名字 没想到还真的有个老黑当即走过来 看着眼前如此嚣张的残疾人 老黑当即决定将他推进厕所好好的上一刻 为了能得到更有用的线索 智脑暂时帮他屏蔽了痛觉神经 就算是老黑用小刀在他身上插来插去也没有丝毫反应 趁着老黑洋洋得意的时候 汤姆立刻质问老黑当时是否就在案发现场 在得到肯定答案后的汤姆再次让智脑接管身体 现场的三名壮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轻松解决 就算体重如牛的大老黑 原来是科技公司老板发现了汤姆的所作所为 他正在远程关闭智脑系统 眼看自己即将重新沦为瘫痪状态 智脑再次为他提供可靠建议 那就是在系统关闭之前找到黑客为他植入木马病毒来阻止远程操控 根据智脑的精确计算 他为汤姆提供了黑客的具体地址和攻破程序的方法 目前留给汤姆的时间大概仅剩下20分钟 汤姆二话不说就朝着黑客的所在地狂奔而去 可还没到指定位置他就当场趴倒在地 原来是芯片系统即将关闭 无奈之下他只能用尽全身力气朝着黑客大门爬去 幸运的是这个黑客很讲诚信 收到钱后他就把瘫痪的汤姆拖进房间开始为智脑解决防火墙 殊不知就在此刻 杀害汤姆妻子的真正凶手找到了当当那个惨死的黑人 他通过读取眼球的储存记录 这才得知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甚至就连汤姆去了哪里都看得一清二楚 气急败坏的杀手找到九宝质问他为什么袖手扛关 吓得九宝赶紧掏出手枪对准杀手让他赶紧走开 可杀手却不慌不忙地对着九宝打了个喷嚏 其实那一瞬间就喷出了成千上万只内米刀刃 随着九宝呼吸的气流钻进他的鼻孔 在不知不觉中他的脑子已经在内部开了花 可能是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 汤姆脊椎里的智脑很快就完成扩解 现在只需重新启动就能彻底摆脱老板控制 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那两个变态杀手追了过来 黑客此时已经完成了他应该做的事情 当他看到杀手的那一幕 二话不说提起箱子转身就走 唯有汤姆就像贪婪妮一样独自趴在地上 好巧不巧就在杀手找到他的那一刻 智脑刚好完成重启 重新恢复行动能力的感觉真的是屌爆了 汤姆纵身一跃避开几范夺门而出 看到楼梯直接往下一跳稳稳落地 一个过时的机械改造人怎么可能是智脑的对手 只需一招就能将对方打的生活不能自理 反手就能把他当场扭掉 回到家的汤姆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原本善良的他在两天之内已经连续杀了太多的人 虽然那都是些罪有应得的逃犯 可如果再这样下去 早晚有一天他会被抓走 甚至没收智脑让他再度回归瘫痪 汤姆有些害怕 可这种想法却被智脑判定为非理智想法 智脑的突然下险 让汤姆再次体验到瘫痪的感觉 直到这时他才明白 没有智脑的他就是个废人 非个关掉防火墙也就意味着 智脑能够拥有更高的身体控制权限 也就是说目前智脑对于这副身体的控制权 要远高于汤姆 即使他什么都不做 智脑也能完全控制他的身体 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从这一刻开始 汤姆只能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别无选择 他找到了最后一个杀人凶手 还没来得及逼问对方 就将所有事情全盘拖出 原来小胡子原本是一名退役特种兵 当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炮弹炸伤 为了活下去 他甘愿充当小白鼠被各种研究变成改造人 而汤姆之所以变成现在这种样子 完全要感谢自己 是小胡子帮助汤姆 成功升级为更加强壮 更加迅捷 更加聪明的高级人类 那次的任务目标实际上 只是为了切断汤姆的脊椎 至于他的妻子 那只是顺手杀掉而已 听到这里的汤姆 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内心 两个最高级的改造人相互打了起来 由于同样被人工智能操控 他们二人无论从招式 还是预判能力方面全都误开 就这样双方互欧了半个多小时 彼此都无法分出胜负 就在那关键时刻 汤姆突然想到他遇到的 第一个杀手和小胡子非常相似 于是他开始尽情嘲讽 那个人就是浓包软蛋窝囊匪 一套嘴炮攻击下来果然有效 失去理智的小胡子瞬间 就被汤姆彻底解决 虽然成功复仇的他却并不开心 因为直到现在他才知道 小胡子的背后另有他人 当汤姆检查小胡子的耳机录音时 这才发现对方的声音 正是科技公司的大老板 早已封魔的汤姆已经顾步地思考 他一路杀回实验室 找到老板当面对质 就当老板以为自己必死的时候 女警突然出现制止了汤姆 可区区普通人类 怎么可能是治脑的对手 汤姆假装束手就擒 殊不知却是在找机会偷袭 尽管他不停道歉 不断提醒治脑这不是他们的猎杀目标 可一切都无济于事 他的双手越来越紧 无奈之下汤姆用尽浑身力气 把小刀插向左手 但还是无法夺回身体的控制权 他不想沦为治脑的杀戮机器 汤姆请求女警尝试用电击棒 当电流穿过颈部的那一刻 他终于瘫倒在地上 直到现在 老板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治脑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虽然当年是自己亲手将他造了出来 可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 却远远超过了老板的想象 从公司上市到成为世界首富 治脑的贪欲一直在不断加强 他甚至希望找一副 没有植入任何电子设备的躯体 来为自己实现完美的人机合一 从头到尾这一切全都是治脑的计划 真是万万没想到 汤姆苦苦追寻的幕后黑手 居然一直都在自己身上 他请求老板能杀死自己 而下一秒身体 却突然自己站起来干掉老板 他捡起手枪对准 这个唯一知道内幕的女警 治脑杀意已决 可汤姆却死活不同意 他们相互争夺着身体的控制权 愤怒的汤姆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脖子 那一瞬间 他突然从病床惊醒 刚刚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场噩梦一样 此时他发现自己并没有瘫痪 那个心心念念的妻子 也回到了他的身旁 汤姆从未感到过如此幸福美满 而现实则是他的意识 已经沉溺在治脑 为其专门打造的元宇宙中 再也无法脱身 现在的汤姆真的犹如一副形式走肉 从这一刻开始 没人知道治脑的存在 从人类接受改造升级的那一刻 也许不是人类在自我升级 或许是芯片在以另外一种形式升级为人类